一项新发表在Jama Network Open期刊上 长达10年的研究结果最近出炉 在追踪了爱尔兰4000多位成年人 长达10年的身体变化之后 研究人员发现运动习惯与抑郁状况之间 有着明显的相互关系 换句话说 对于患有慢性病的长者来说 只要保持适当运动就有助于对抗抑郁症 且更具体的建议还指出 只要每周五天 每天运动20分钟 就可以降低16%的抑郁症发生率 而如果能坚持每天运动两个小时 则可以降低23%的抑郁症发生率 一些医学专家分析 能得到这个结果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过去已经有多项相关研究显示 人们可以透过运动 促进人体内释放多巴胺和内肥胎等神经传递物质 来提升欢乐的情绪和愉悦的心理 此外 运动还有助于减轻压力和焦虑 同时提高睡眠质量 观众需要注意的是 不同于忧郁只是一种悲观情绪 抑郁症则是一种精神疾病 且主要特征是持续性的 严重的 且超过了正常情绪反应的精神状况 并且经常会伴随着其他症状 例如失去学习兴趣 丧失生活动力 睡眠障碍 食欲改变 经常性的自责 悲观思维和自杀倾向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